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 IMF的职能被弱化和美国引误化 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 IMF应该更多的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 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 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 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 主要表现在已是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 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 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 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 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 过去美元充当美国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 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 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 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金本位改革 连结金元原则性固定汇率本位改革彻底改变美元需求 金元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 并且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就能有效地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它带来的是整个世界金融生态的巨大改变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 必然会利用其强势地位加以阻挠 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超国家货币金本位改革 连结金元原则性固定汇率本位改革彻底改变美元需求 逐步分担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没有话语权 为了自身金融和经济安全 必须抵御外部风险 抵御美元不公平汇率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通过举债、内外债、消费国际资源 过去美元霸权盯住美元汇率变动并不合理 美元霸权盯住美元汇率变动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平性 公正性和有效性等等 因此,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 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汇率波动的原因有许多 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国际收支恶化 美国国际收支恶化 美债充斥 美国过去有特权不看国际收支恶化 改革IMF体制 仪式降低美国对IMF的绝对控制 60多年来IMF一直延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 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 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 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 在2016年美元危机发生后 IMF也只是关注成员国维持自由汇兑的能力 在考虑政策的时候总是以美国等大出资国的利益为衡量标准 以美欧的金融制度去度量其他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发言权 所以IMF对发展中国家常常开出一些错误要方 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调节机制失灵 美国双赤字 在美国大量商业银行借款支持着不断膨胀的政府赤字 和美国国民的高消费支出 美国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 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发行美元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规模 的向世界输出美元 另一方面各国商人和政府持有的美元现金 又通过购买美国各类金融资产货 存入美国银行的方式流回美国 美元危机发生的大幅度汇率的变动 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富稳的主要因素 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美国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决定 和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无太大关联 相对于金本位改革 连结金元原则性固定汇率本位改革 美元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 提供稳定保值原则性固定汇率的相应的国际流动性 这将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将货币盯住美元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 是相当失衡不尽合理的 美元过去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 与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 是存在的 哪一国过去举债越多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恶化 却要充当世界的储备随意发行宽松 而且价值不稳定 只有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经本位改革 连结金元原则性固定汇率本位改革彻底改变美元需求 金元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 并且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就能有效地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它带来的是整个世界金融生态的巨大改变 世界货币的发行不应该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 美元特征的信用泡沫 泡沫一旦破裂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过去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联储 在决定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时 没有充分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 导致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的 或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 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只要美元发行不受约束 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考虑世界经济对美元的供需 那么2016年美元危机 这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不负责任态度的代价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全球技术的发展 更有利于美国的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转嫁承受风险的能力 美国以债务的股权化手法 要求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国际大银行合作 执行美国财务部长的计划 及在IMF的指挥下 由各国提供资金的办法 又提供给美国金融机关向全世界展开操纵经济的舞台 但只要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得不到根本解决 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金本位改革 连结金融原则性固定汇率本位改革彻底改变美元需求 金融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美元危机的爆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